但军方的螺丝是不是该拴紧了一点呢 最近正在进行的汉光演习 突刺频传 上个月底跨区从领口到台中增援的陆战队66旅 居然还传出硬闯清泉钢基地 不理会宪兵指挥 事后这个部队在风云车站附近 等待遗防的时候 士兵还乱丢钢盔 甚至玩起跳格子游戏了 散漫的行为都被民众拍了下来 穿着迷彩装的阿兵哥玩跳格子游戏 地上散落着钢盔和手套 一旁阴凉处有30多位官兵躲太阳 左边停靠汉马车 他们是陆战队66旅的官兵 种种军机涣散的行为都被民众拍下来 时间是5月5号上午11点 地点就在风云车站后站的这块空地 钢盔就应该要摆着整整齐齐 摆着不整齐 给民众观感不太好 我们也觉得有很多改进的一些空间 所属的66旅他们开军纪检讨会 然后我们会派人出席 然后习心的检讨 就像地鼠一样 一直一直这样冒出来 真的播放部长 你真的要好好检讨 我看部长你要考虑要换人 陆战队66旅军纪不张不止益庄 4月28号 他们跨区增援台中清泉岗基地 竟然发生不理会宪兵指挥 硬闯基地 甚至人员和车辆 与事前申报的名册不符 还态度强硬鹤枪包围基地 并没有报载所谓的66旅 印床营区以及鹤枪包围 清泉岗基地的事情 66旅它是使用民间的游览车 游览车司机可能对我们的 银门的规定不倒 可能照这方面有造成误解 因为你没有打仗 你没有危机感 所以你精神没有办法武装起来 所以你就是很松懈很散漫 所以我认为这种东西怎么办 就加强管理 加强训练 国防部马马虎虎 所以整个汉光演习是乱七八糟 杂乱无章 这样的演习不办也罢了 军机败坏事件平传 立委也忍无可忍 没事请问